好 独家镜头要带你来关心火警意外发生在基隆爱厄路这边 一家五层楼的卡拉OK发生了火警 大火加上浓烟吓坏了附近 民众不过更让人紧张的是 当时消防队员进入火场救灾的时候 有四位消防员居然因为气瓶没有氧气 受困在现场 幸好最后他们赶紧破窗逃出来 没有人上网 熊熊火焰夹带大量浓烟 从基隆爱厄路的一栋大楼窜出 现场高位让附近民众根本无法靠近 连进去救火的消防员都被困在里面 三到四名消防人员挤在窗边 大喊着气瓶气瓶情况相当危急 原来是他们上到五楼以后 发现气瓶没气了困在里面十几分钟 火场被黑烟熏的根本看不到逃生出口 因此他们决定破窗等待雨滴车救援 因为光找火点就浪费时间比较久 所以气瓶没气 据了解这家卡拉OK平常营业时间 是中午12点到凌晨2点 但却是在早上10点多冒出火蛇 不排除是设备太老旧才会起火燃烧 电线走偶的样子 因为它里面什么都旧的 电冰箱冷气都是旧的 至于真正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见识人员调查厘清 这场火警也让基隆的爱厄路 整个交通大打结 记者朱丁荣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